我没忍住又冲钱了 这次是85度C 满满当当的面包 这个短红实在不适合拍照片 饼干底儿它变得有点干 没有什么黄油香 上面的这种奶酪的部分 是青油的那种 有点像慕斯的口感 凯撒大地看看这厚实的料 这是我在85度C最爱的一个面包了 还有包菜 它们还撒着芝士 用那种沙拉酱 凝结成的团 环节就是力量 里面还混合了一些 吐司丁面包丁 我个人其实对咸口的面包 没有这么偏爱 但凯撒大地它真的是好吃的 姜汁猪肉的 没见过它 酥皮就很像是那种路边上那个中式点子面 然后卖的那种榴莲捏如酥的那种汽酥皮 有点后悔想让它闻 馅儿就这么一点点 表面刷着蛋液粘的芝麻 这很蓬松很薄的那种 这个馅儿有点像猪肉洋葱包的 新出的鸡腿面包 上边的芝士粉特别香 和记忆中小时候的鸡腿面包 还是不一样的 升级了 鸡腿不小啊 一、二、二、二、三、二、三 、三 鸡腿有点像平时还买那种素芬的熟食的那种鸡腿 脏脏包 可可粉洒的很多 我先给鸡鱼准备点纸巾 细骨做的还可以 但是我也没吃到爆姜 鲁克粉其实也不那么多 而且这个味道真的 还是凯撒大利和大阪烧 比较合我的心